欢迎收听7月24日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节目 我是宋子杰 首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 2047年香港人口会接近820万 当众估计最少有250万是新移民 中环商下空置率高企 评论认为供过预求的情况将会持续 中国一名甲派教授高调批评主张武统的言论 评论说中共武力威吓台湾的方针不会变 详细新闻内容 港府最新推算 香港2047年的人口将会达到819万 根据本台的跟进统计 由1997到2046年之间 估计有超过200万人 令单程正移居香港 再加上后国安时代 最少50万人 经国内人才和劳工输入计划来港 补修估计在2047大限前夕 香港人口每3到4人当中 就有一个是新香港人 夏雪报导 港府统计处近日向立法会披露 香港总人口由现在的751万 增加到2046年的819万人 处方以年中人口为基准 估计未来25年之间 虽然在本地出身人口暴跌 人口老化等影响之下 人口自然减少75万 但被152万正移入的人口抵消 当中包括单程正持有人 增加超过89万 和因为各项输入人才和外劳计划增加 而绿德的其他正移入人口 达到39万人 另外剩下的25万人就是外傭人数 处方承认大陆新移民和港府 近年推出的人才和劳工输入计划 成为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 究竟由1997年至2046年 香港人口变化是怎样呢 本台综合港府统计处 和立法会文件的实际记录 和推算作统计 以年终人口为基准 这49年之间 人口增长超过180万 而这个增长背后 主要是来自大陆移民 在这个期间 持有单程正来港人数有增无减 估算累计有超过200万 每日平均输入大约100至150人 值得留意的是 过去二十几年 港府推出多项人才输入计划 包括2001年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 2006年的优财计划 和2018年的科技人才入境计划等 截至2021年底 至少累积二十几万专才获批来香港 之后港府又加推高财通等人才计划 和输入劳工计划 当中超过九成是大陆人 而累计这49年之间 以这类计划来香港的人数 多达至少50至60万人 连同单程正来港的200万人 保守估计香港主权移交50年之后 大约有三至四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是由大陆移民到香港的新香港人 本台早于2022年曾经做过类似的调查报导 当时的数字估算 大约有七至十人当中 就有一名新香港人 讲广东话的人变少 反而讲普通话和英文的就增多 现在的情况反映 香港人口赤化问题更加严重 前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 钟建华向本台说 以香港现在的政治环境 出身率低 移民潮持续 而且年轻化 当港府主张 输入大陆人来香港补充劳动力 赤化缓血的现象是自然的事 现在政府为了抵消人口流失的问题 高财通 抵消了十几万劳动力 濫批这些高财通的签证自然是有一些效果的 这个也符合北京的意愿 北京现在的想法都是一方面打压香港人的民主意念 另一方面流到不流人 然后找一些大陆人长期在国内在那种氛围下长大的人 去取代香港人 这个也是可以预期的事 当然了 香港国际社会的性质也都变成了 将来的经济环境是如何呢 这个是值得留意的 钟建华也都担心 长远来说 输入外来人力也都难以抵消 出身人口持续向下 人口老化持续恶化的问题 在经济不景之下 担心为港部和社会 带来难以预计的财政负担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核雪报道 外媒近日报道 中国房地产发展商 匹家求售中环中芯办公室 形容是中国信贷泡沫爆破的象征 本台到中环中芯实地采访 发现大厦单位空置率高企 学者认为 随着外资撤走 加上中资面对困境 伤下供过于求的情况将会持续 韦斯梁明康报道 帆博州议题为 象征中国信贷泡沫的香港高塔爆破 报道指 有不少中国房地产发展商 因为债务问题 急于出售在中环中芯的单位 包括违约的发展商宇洲集团 最近大幅降价14% 去到4.3亿港元 希望出售位于中环中芯21楼的物业 叫价比买入时大减近五成 记者去到中环中芯其中一层 发现不少单位空置 更有单位门口涉门信封 当中包括大量水费单 和其他信件没有人理会 至于资产管理集团Sandy Group Asia 就贴出本签告示 说他们办公室已经迁离中环中芯 那个楼层 现时只有一间藉此中芯 和少数单位正常营运 其中有至少七个单位门外没有水牌 很可能是空置的单位 在中环中芯上班的李先生 感受不到港府设法改善中环办公室的空置率 他说担心这个情况会持续 找多些外资回来 因为很难 差了很多 两三成 从事IT的邓先生就说 感受到办公室空置的情况 有点小的 因为在办公室 有点空位 根据美联工商铺的成交记录 中环中芯 最近两个分别在2023年底 和今年5月位于高层全层写字楼的买卖成交 资价大约28,000港元 和2021年4月 一个面积较小的中层全层写字楼 成交资价达3.4万 辟较17% 至于疫情前水平 根据中原地产的记录 2018年9月 一个面积相弱的写字楼 成交资价更高达5万 中大商学院阿太工商研究所名与教研学人李兆波认为 单体中环中心可能会以偏概全 但早前疫情带来对工作模式的改变 令写字楼需求下降 相信整体写字楼的空置率会继续上升 又形容香港情况有点不幸 他认为要评估中资 是否如磅破所说的中国信贷泡沫爆破 应该进一步观察整体架级社自流市场 例如两大发展商 在港都几栋新商下未来的租用率等等 但相信难以透过改变用途 改善社自流功过于求的问题 以往就说比如说酒店是过多 你就把酒店改到写字楼 但现在是你写字楼你改改什么呢 相信预见这些结果都应该是继续的 我认为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是说香港恢复一些很大的经济动力 恢复我们2018年那种情况 相信就会对写字楼有一些很大的需求 但这些什么时候来的我真的不会知道 至于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George Magnus 就向彭博表示 中国为香港物业市场大力的高峰显然已经结束 形容中国信贷泡沫爆破 将为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角色 带来持续性的伤害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维斯梁永康报导 黎智英案第91日审讯 辩方向法庭表示 新闻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 《苹果日报》应该属于可获豁免的公正评论 而黎智英在节目中只是表达个人证件 不足以构成串谋 法庭星期四会裁定黎智英是不是表证成立 由本台记者报道 黎智英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逐审 黎智英由资深大律师彭耀雄代表 作终断陈次 针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辩方强调新闻及言论自由受《基本法》保障 指令利用《苹果日报》作为犯案平台 是非常奇怪的指控 而传媒作为第四权自然会监察政府 及向公众提供资讯 辩方引用刑事罪向条例 有关煽动罪的豁免条文 指苹果属公正评论 志在矫正错误及缺点 不具煽动性 强调这些正是报章所做的事 辩方指 新闻工作非豁免一切的免试金牌 但认为法庭推论时 应考虑苹果的背景 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物不可分 亦是言论自由的基石 任何人都有自由表达 自己真诚相信的观点 法庭应该采取合议定义 应以宽大方式考虑豁免条文 这个关乎公众利益 强调不论报章立场是开明或保守 支持或反对政府 都不能排除新闻或豁免的权利 至于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 辩方指当中的协议属关键 串谋即干犯违法行为的协议 但黎智英等人 在国安法前达成合法协议 不属串谋 在国安法生效后 合法行为变成违法 最初协议和民事合约一样自动失效 而控方没有证据证明 黎智英等人有达成违法的新协议 不过法官质疑 即使国安法生效 也都不代表最初的协议就此失效 而国安法根本无外请求外国制裁 众人实际上有否继续 仅是事实以体 而非法律以体 辩方回应说 失效是指协议的原有目的 而不再可行 被告根本无需退出 最初协议已经失效 控方只能够证明 黎智英在国安法生效前的意图 没有就他在国安法生效后的意图举证 辩方又引述陈子华的证供 国安法后 他没有跟黎智英达成口头协议 也没有告诉黎智英知 李宇軒在国安法后 会持续进行国际游说工作 而苹果高层层咨询法律意见 希望不要违法 可见他们的协议是要守法 至于就张建雄公称 他在黎智英还押后探访 黎智英指示员工继续做下去 只能推断为继续营运报章 辩方指国安法生效后 黎智英从来没有在直播节目中 请求制裁 只是谈及制裁 但法官道理兵质疑 不一定要说出我呼吁制裁 强调制裁有帮助 同样可视为请求 辩方回应 黎智英和嘉宾谈及制裁 对世界的影响 和请求制裁有明显分别 强调黎智英只是表达个人政见 不足以构成串谋协议 黎智英在国安法前 直接呼吁制裁 之后完全没有 证明最初协议已失效 根本没有持续串谋 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 陈慈时说 协议失效属民事概念 不适用于刑事罪行 只要证供显示协议持续存在 控方无需证明 黎智英等人有新协议 一切关乎众人安发时的意图 黎智英的Twitter贴文 直播节目 配合证人证供 反映协议持续存在 法官将于25日 早上裁决表证是否成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报道 台湾今个星期 举行汉光军事演习 而一套以台湾 被中国解放军封锁 为主题的剧集 它的预告片 星期二在台湾率先发放 参演的包括香港艺人杜汶泽 剧集的投资者强调 统独之间 没有模糊的地带 中广正报道 零日攻击一开始 就有台湾电视台主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架运巴反潜机越过南海 前进台湾东南海域 在雷达萤幕上突然消失 中国以搜救为名 封锁了台湾海域 张哥 所以真的要打仗了 那我们还要在这边报新闻吗 片段一开始 先描述台湾进入战争 以及中共的反应 片段中的中国电视台主报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 我们都是一家人 当您遇见解放军 请依照以下指示行动 一 高举双手 展现您没有武装 二 请向解放军确实举报 是否有台独分子层面 画面反映了不同阶层台湾人的恐惧 市面大混乱 外国人都紧急撤离 描述台海战争的剧集《零逆攻击》 长达17分钟的前度片 周二晚上正式播出 剧集共10集 透过续述10个故事 描述当台海战争一触即发 台湾会出现什么情况 而在战争威胁下 台湾的人怎样应对 当中也有不少台湾的意识形态 例如剧集中总统一段话 不过以曝光的片段中 大部分是剧中人比较畏惧 没有台湾人敢于反抗的场面 未知是否希望以阴暗面来警惕台湾人 在周二的记者会上 有份演出的演员登场 有日本男演员高桥一生 香港艺人杜汶泽 台湾演技派金掌演员连余涵等 杜汶泽透露 识认一个中国派来台湾做滲透的香港人 他说虽然这个角色很尴尬 但其实难度很低 因为自己在香港看过很多这种人 这套剧集还获台湾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 国防部亦支援军事方面的拍摄工作 除了演员振荣庞大 制作费耗资新台币2.3亿元 获前联电董事长曹兴成 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等投资 预计11月底刹清2025年播出 暂时未公布播放平台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虎表示 这类剧集出现可以给年轻一辈做好心理准备 相信会让在1990年代以后 完全在民主化以后出生了这个世代的这些年轻人 有机会感染什么是中国武力威胁台湾 在中国真正对台湾动武之前就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我们在戒严时期出生的人 两岸也常常有在金门、马祖外还有武装的冲突 直接开炮就是有热战的冲突其实是体验过的 但是对现在30岁以下的人是完全不真实的 他们必须通过电影连续去感染这个氛围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表示 电视剧有政治人物和政党幕后支持 可能无法达到真正想提醒台湾民众 对战争或中国对台动武的警觉性 他相信连续剧播出后对岸一定会有反应 但台湾做事不能因为担心对岸的反应反弹 而什么事都不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导 中国国防大学一名教授 近日猛烈评击两名分别是解放军少将和武统派学者 罔顾国民性命安危的影片 在海外社交媒体广泛传播 评论认为 这个只是体制内少有的理性声音 不认为中共会扭转武力威吓台湾的方针 社交媒体X的中文部落客 李老师不是李老师 星期二上传了一段影片 显示中国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马俊 在出席节目时 不点名怒斥两名中国少将和武统派学者 煽动极端民族主义 主张牺牲大量中国民众 对抗美国和武统台湾的言论 你拿全国12亿人跟美国当仁制 跟美国打核战争吗 大陆14亿人要把台湾拿下来 疯了 4亿人什么概念 家家代孝 这种人没有底线 你们离他远点 否则一个人把你屁了 马俊怒斥的两宗事件当事人 其中一个是中国解放军少将 前国防大学教授朱成虎 以及武统派学者李毅 有网友认为 体制内学者公开评击两位中国官方的宠儿 还包括一名少将 怀疑当局是对民族主义刹车 澳洲价值联盟成员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 前政治领事陈庸临向本台表示 马俊的声音只是在场外热传 但在中国社交媒体就鲜有传播 因为这个是中共所不想见到的理性声音 也都不代表中共要扭转原有 武力威吓台湾的方向 陈庸林也都表示 朱成虎是在胡温时代发表这番的暴论 而李毅发表暴论的习近平时代 在面对台湾问题时更加强硬 更加喜欢民族主义的言论 这些学者都是在传达上义之后 才敢发出这种声音 台湾政治学者李友谭在接受本台採访时说 中共强化国家至上集体主义 很多李毅这样的武统派学者发表暴论 是为了和应当局 和保住自己体制内的利益 李友谭也都表示 中共民工武嚇台湾 理性而清醒的国人应该知道 已经走向民主化的台湾 将人的利益放在首位 因此中共并没有武统台湾的合法性 和道德力量 1953年出生的马俊是中国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他和大学的另一位教授龚芳斌 被称为甲派学者 龚芳斌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并且预言俄罗斯必将失败 香港反修例运动五周年 在加拿大的港人组织 举办支援香港在囚人士活动 透过展览和访问 向外界讲述 他们在监狱内外的经历以及感受 曹宇 湖瑞南报道 张超雄在分享会上表示 他在囚仅仅三星期 但已经深深感受到监狱内卫生情况差劣 到处都是污漬 厕所更加是臭不可闻 他也有提到监狱内资源缺乏 更加显出探监人士的重要性 谭鑑士欣怡表示 不少在囚人士都会面对自我怀疑 他指出 不论是写信、探访、送物资、对在囚人士 都是莫大的鼓励甚至是追囚车 别看少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很多坐过监的手足 出来说他们永远不生难忘就是那个画面 被问及监狱内的经历 少年在囚人士陈仔 和长期关注少年犯议题的张超雄都表示 少年监仓环境和待遇 往往比成年监仓更为恶劣 陈仔表示 自己虽然未曾被诚教人员嘔打 但的确有不少囚犯被打 甚至是虐待 事实上 香港在去年接连发生少年犯被性侵的事件 有一些就不了了之 一些就在审讯当中 陈仔回忆 诚教人员经常针对和欲骂 因社会运动被囚的少年犯 为什么你这么蠢 为什么你要去 然后他会常常虚扣一些手足出来 就是没有这个人的其实 但是他就会说 你知不知道上次烧太子站那个 跟我说收了多少钱 在成人监房 杰斯就表示 少年犯即使获释 不代表完全从获自由 香港法例规定 少年犯出狱之后 仍然需接受一定时间的法定监管 如果不遵守监管令的条件 即属犯罪 可处罚款和监禁12个月 陈仔对此表示 由于最近有较出名的少年犯 例如中汉林等等 获释获释后马上出国 监管令加上了有关出国的限制 最新就是全部黄尸都要签到第十一条 就是你离境之前一定要跟阿sir说 但是基本上是我的朋友和他们都说了黄尸是三年内基本上是不用出的 分享会尾声 港家联会长Andy Wong表示 希望大家多关注那些不多人认识的在囚人士 大家亦都要坚持走下去 发言期间他一度紧烟 活动当日除了展览和分享会 亦可以即场写信寄给在港的狱中人士 另外亦都有播放两出纪录片 幸同在监狱和香港人来自因为自由奋战 自由亚洲电台 曹宇 湖水南报道 接着由江泳讲下几则新闻简讯 2020年港区国安法申考前职 有网民在官堂APM商场发起和理性示威活动 警方其后进入商场驱散并拘捕4人 其中一名二年20岁男学生被捕后踢保 事隔4年 这位男学生在今年7月中 回港时在机场重新被捕 租控一项参与非法集结罪 案件星期三在官堂法院再讯时 男生认罪 逐还额至8月12日判刑 案情指 被告在案发市 曾展示写有香港独立字眼的旗帜 以及有狮子山图案的蓝色还额 同案另外三人已在2022年认罪 各判囚8星期 香港记者协会新任主席郑嘉瑜 上任近17日 就遭到《华尔街日报》以架构重组 唯有次退 郑嘉瑜之后形容自己遭无理解雇 并透露公司知道他各族记协主席时 上司曾要求他退选 指他的职务和记协工作无法共存 对此 《华尔街日报》没有公司工会发起联储 指如果郑嘉瑜所言属实 公司的行为并不合理 强调《华尔街日报》应支持新闻自由 又呼吁给郑嘉瑜复职 并要求管理层就解雇他的决定 提供完整解释 菲律宾华与市长Alice Guo 因涉经营离案赌博 而被查出指民和2003年 持中国护照入境的国华评相同 引发菲律宾当局作广泛调查 调查揭发1,200张偽造出世纪的案例 大部分有中国人持有 据当地中国社群所说 假菲律宾身份有价有市 包括出世纪、护照、驾驶执照的套餐 售价约5,500美元 郭华平5月被传召到参议院接受质询 对自己的身世背景含糊其次 并以压力太大为由拒绝接受第二次质询 他因为涉及另一宗腐败案被停职 目前行踪不明 三名年约30至40多岁的中国留学生 涉嫌在上月底利用无人机拍摄停靠在南韩 库山港的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艦罗斯福号 违反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保护法 遭到拘捕 罗斯福号当时是准备参与 韩、美、日、三国的联合演习 而停靠库山港 韩联社引述警方 三名留学生声称是出于对大型航舰的好奇 先用无人机拍摄 警方确认三人并没有散布偷拍到的影像 但仍在调查他们的真正动机 网民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山东制蓝动画展的影片 显示上星期六一名动漫米 Cosplacing日本漫画《鬼灭之印》中的尼斗子参展 但遭现场保安区说 理由是这里是中国 不允许着和服 影片曝光后引起热议 不少网民支持主办方的规定 也有很多留言批评 北京当局去年推动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 其中修订草案第34条 要求民众不可以在公共场合 穿着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 为这将面临罚款或拘留 被质疑是刻意针对Cosplay日本动漫的族群 更多新闻和分析评论 请到本台官网 同各社交媒体平台阅读 或者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 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 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这终结束我们的节目 从 Washingt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